两只的这个人一手一只 阳城湖大闸蟹产量创三年来最多 主要得益于气候稳定精致化养殖 卖价比网面稍稍下跌10% 看我们第一龙螃蟹马上出湖了 数十只肥免螃蟹捞上船 这里不是阳城湖 而是新疆的内陆湖泊也在养大闸蟹 现在中国大陆许多地方都能养殖大闸蟹 导致供应量大增 今天我们的上货量大概是在5000斤左右 因为大闸蟹变多了 不是阳城湖出产的价格跌更凶 普遍比去年跌幅超过40% 比去年基本上要便宜一半 去年我们二五亩最高峰的时候卖到120亿斤 像今年最高峰的时候最多卖到65亿斤 同样因为各地抢重 价格暴跌的是澀香葡萄 中国大陆称为阳光玫瑰 这个天十七八对吧 今年这个澄湖泊是便宜的了 今年好像这个葡萄也少 今年好像多一些 今年好像便宜点 这个五子挺甜的挺好的 各家摊商都摆出大颗的澀香葡萄 因为江苏 四川 云南 青岛等地都有种植 产量大增 价格近乎腰斩 去年卖二三十块钱一斤吧 今年卖十来块钱一斤 以前颗粒稍微小一点呢 就在七八块钱 价格最高的时候可能在35到40个月 因为农民抢重 爱马仕葡萄变成平民水果 TVBS新闻叶俊宏 陈永文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